学校图书馆的第四借阅室里 已经没有别人了 就剩下了小鱼自己 此时已是晚上五点 正是晚餐的时候 可是小鱼忘记了饥饿 因为她在角落里 找到了一本封面上积满灰尘的书 封面已经没有了 小鱼刚要打开看看 从里面掉下来一个小纸条 小鱼把书放到一边 捡起小纸条 读了起来 半夜时 千万不要照着镜子梳头 否则会把鬼魂招来的 小鱼心里暗骂一句 就准备把纸条扔掉去拿书 可是她低下头的时候 书却不见了 不会吧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明明是放在边上了呀 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谁这个时候还来图书馆 小鱼不由地哆嗦了一下 门开了 是管理员李老师 这位同学 我要锁门了 请你快点离开这里吧 要借书 明天再来 小鱼拿着那张小纸条就往外走 纸条在 书却没了 真奇怪 不久后 小鱼便忘记了这件事 小鱼是新转来的学生 这两年新转来的住校生出奇得多 全校的寝室都住满了人 只有一个寝室例外 那就是小鱼现在住的404寝室 听说 这个寝室里只要住了四个人 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可小鱼不信这个邪 不住这 让小鱼住哪里 忘记不了 小鱼刚住进来时 同楼的同学以那样的眼光看着他 虽然大家嘴上都客客气气的 但是眼中却充满了敌意 好像小鱼本身就是一个鬼一样 后来阿梦告诉他 以前也有一个人住进来 叫富贵 不过 他来之后 真的给这里带来了灾难 一个月后 一直都没什么事发生 小鱼觉得 大家对他的敌意少了许多 可是今天他却看到了这样一件怪事 他不信邪 所以没放在心上 现在想起来 小鱼要是真能重视一件事 该多好 也许就不会发生 接下来那么多的事了 上晚晚自习 小鱼回到了寝室 明天要考现代文学作品选 晚上小鱼只好开夜车看书了 阿梦陪着他 阿梦是这里最爱学习的 星星和小江早就睡了 等小鱼看完 看看手机 已是差五分十二点了 下了床 向厕所走去 走廊里很静 远远的就听见从卫生间里 传来花花的水声 这么晚了 谁还在那里做什么 走进去才看见 一个女生 穿着白色的睡衣 正在里面洗头 看样子洗得差不多了 正在用木书梳理呢 水一滴滴的从头发上流下来 把后背都弄湿了 大半夜的洗头 也不怕干不了 转身小鱼进了隔壁的厕所